大家好 大家好 維麗安 嗨 大家好 嗨 桐桐 這個 撐傘唱歌 萌不萌 萌 謝謝 好 我們請維麗安再次跟我們高雄的朋友打聲招呼 好的 高雄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維麗安 嗨 嗨 好 這個終於帶著第二張的專輯來跟大家見面 那這次專輯叫做 有人在等 然後剛才唱的這首歌叫 有人在等我 是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這首歌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這首歌其實在寫 大家都會問說有人在等我 那是誰在等 對 其實是我外婆 是外婆 因為我會回我外婆家吃飯 然後回家的路上她都會一直 打電話 奪命連環call 就是說你到了沒 到了沒 到了沒 所以我就把那種感覺寫到歌裡面 OK 所以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可能一開始都會有很多疑惑 現在終於知道其實是外婆在等 是的 但是這種愛其實是很甜蜜的對不對 對 親情 對 不過這次講到新專輯其實陸陸續續的 大家有在這個電視上或是網路上都有看到MV 最近看到的這一張 這一首MV呢 就是裡面有一些親密戲 就是跟這個女主角季陪惠 譬如說有牽手啊 或是玩那個手指玩偶啊 有沒有 至於說已經突破了你個人的心理障礙了 你說像東森又又台一樣 玩手指玩偶 我就不會 比如說要這種就是比較稍微親密一點的舉動 是有花時間去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嗎 有一點點啦 拍之前很緊張 拍之前很緊張 但是真正下去拍的時候就想說就不管他了 然後就放開這樣 就是搭著歌然後就進入那個意境對不對 對啊 因為在扭扭捏捏他 應該會很晚收工 收工很晚 對對對 那所以說這次在拍了MV的這段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讓你很難忘的事情 或者是有沒有好玩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德 你說這一支MV嗎 對對對 這支MV 我想最好玩的事情就是播出來以後 大家都覺得我很萌 所以對於現在偽萌主的封號 有沒有什麼心得 這不語之憑 我今天一直來找 我覺得今天來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的那個南部的粉絲們 不知道有沒有準備萌主的 或是偽萌萌的牌子 找超久 剛剛還一直問大家說有沒有人準備 然後還好是真的有啦 是 我刻意的不看他們 真的嗎 他們在你等好久喔 開玩笑 對 所以其實不管他們怎麼叫你 應該都可以接受啦 好啦 就隨便你們嘛 有一種讓人宰哥的感覺 對啊 好 那今天呢 終於來到高雄跟大家見面 所以說大家是不是最想聽萌萌的唱歌 對 我覺得太小聲了 想不想聽 想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萌萌好不好 好的 好的 帶來的這首歌 還是愛著你 掌聲鼓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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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